Hello,Attricia,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繼續和大家討論兩性心理學 上回說到吊橋實驗 就是說在危險環境刺激之下,愛情的火花是很容易被點燃的 這個觀點被稱為戀愛吊橋理論 是指當一個人心經膽戰地走過吊橋 這個時候心跳加快 與此同時剛剛遇到一位異性 這位男士就不以為自己對這位異性產生心動 從而對他產生了情感 是因為情緒受到行為的影響 身處在危險的環境之中 人會不自主地心跳加快 很容易不以為這種心跳加快 是對方令自己心動而產生的生理反應 所以會對對方發出愛情的火花 心理學家阿瑟·阿倫指出 愛情實質就是心理機制與生理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 當我們面對心儀的對象 那時往往會出現呼吸急速、心跳加快、攻血緊張等情況 這是內心緊張而產生的正常生理反應 久而久之出現這個生理反應 我們就會以為這是愛情來臨 將心跳當成是心動 當時阿瑟·阿倫這個理論對美國人的戀愛手段 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很多情侶都會去卡皮諾拉吊橋追求心動的感覺 但那些不願意出遠門的情侶就會選擇坐過山車 似乎亦有產生相同的效果 不僅如此 有些情侶還會選擇去看恐怖片 而精明的荷里活片商就會是情人節推出恐怖片 來滿足他們的需求 所以在當時情人節看恐怖片 一度成為美國年輕情侶的一種時常 那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另一個議題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